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曼 离婚报告 我已经写好了 放在多了什么 这段时间 我还是搬出去住了 等你情绪稳定了 我们就去搬手续 风起 这段时间 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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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我 放棋 你别住这儿了 跟我回家吧 阿满 我这不是说的挺清楚的了吗 咱就别闹了 没意思这么下去 你别这样 开开门吧 回家吧 我要有啥不好的我改 以后啥都听你的行不 你快跟我回家吧 你 你做都挺好的 是我做了不好 阿满 我求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就放了我吧行不行 你怎么会这样 父亲 别这样 我可以没有男人 可咱们的孩子不能一生下来就没爹啊 不是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我有了 你说什么 你有了 这 这怎么可能 我这一直在看着呢 你走之前我就坏了 我不信 你少拿孩子骗我 自己看 这是这段书 我 都三个月了 这你该信了吧 怎么看啊 怎么会这样 苍天哪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阿满 要不咱们孩子给做了吧 不 冯芹 你别这样 这孩子是老天给我们的 就是不想让我们分开 你不能不要我 冯芹 跟我回家吧 冯芹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 好好地过日子 我一定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等他长大了 让他当银行长贵的 你不能不要我 冯芹 冯芹 我求求你 求求你了 我给你收拾东西 我求求你了 阿满和凤芹的事 怎么样了 这小两口闹别扭啊 都是床头吵架床尾和的事 不至于那么严重吧 可不像你想的那么乐观 这凤芹本来就喜欢阿福 以前没见着阿福还好 现在见着面了 我怕阿满是留不住他了 那这林凤芹还和阿满结婚啊 这离了婚受苦的可是阿满 玉珊 现在有好几对夫妻都吵着要离婚呢 劝都劝不住 婚姻法讲绝对自由 这往后可怎么办呢 玉珊 这以后要是咱俩也出了问题 你也会这么做吗 我跟你讲啊 这婚姻呢 就像这盆西郊水 你刚放进去的时候啊 热当当的 很舒服 对不对 慢慢慢慢的 这水就凉了 到了最后呢 可能还会动脚 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也想这么做 抬脚 抬脚 慢慢 慢慢 慢慢的 把脚放进去 感觉怎么样 嗯 舒服 热乎乎的 舒服就对了 我怎么说来着 婚姻就像这盆西郊水 得不断地充实 不断地往里注入新的热情 相互信任 相濡以沫 相近如宾 白头到老 嗯 别闹了 别闹了 你说我这个人吧 太笨 也太过迂腐了 你说我认识你这么长的时间 竟然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这 这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梁山伯和注英台的故事 竟然能发生在我的身上 这真是 你先把这个穿上 我跟掌柜的不是说 你是我徒弟吗 以后你就别叫谭忠树了 那我叫什么 小五子 小五子 那我明白了 我以后得叫你师父 小五子 我们风水先生传男不传女 我从小就女扮男装 我也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不 我 我不是埋怨你 我是说特别的神奇 真的 我 那行 师父那你晚安 我没说错什么吧 小五子 小五子 玄疑同志 欢迎你嫁入我们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真正的同志了 是 同志 这次 派你去盖中 是以看风水之命 秘密建了一个雷罗站 你的身份非常隐秘 平常没有什么任务 我是你唯一的上线 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 我才会派人和你联合 记住 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师父 师父 来 吃面了 好 来 牛肉面 给你点的 师父 您看我这衣服穿得还行吧 挺好 没穿过这种衣服 来 来 来 吃 苟为中 牛为擒 不可食 我一碗素面就可以了 这个 要不我给您再换一碗 不用 这给你 别浪费了 你多吃点 谢谢 谢谢 怎么了 您是四海为家的人 也过惯了咸雨野鹤的日子 您能参加红军 我很高兴 也很意外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是世外之人 对世上的这些纷扰 并不感兴趣 对政治派别也不关心 但是 我是临水人 临水的百姓疾苦 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不管不问啊 你不是红军啊 我不是 罗大哥对我有救命之恩 而且我亲眼看见他 还包括你 为了疾苦的平民百姓 勤命的赤子之心 是因为你们的真诚而打动了我 我并没有为某一个政治派别而做事情 完全是为了你们的诚心 想帮你们做点事 说得好 你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 你说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想跟你结拜了 还好你没有答应 不然 其实现在结拜也来得及啊 要不然我们一结金蓝吧 不不不 不行不行不行 你想 你是女的就没法结拜了 再说这么结拜也不符合古质 对吧 跟你说笑的 谭兄 我希望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 做博雅子气一般的知音 不要因为我是个女人 而有所改变 好不好 快吃吧 吃完了我们去弄药吧 一 二 二 三 你这都一顺儿了 来 好 那个手 好 手这样啊 然后把脚抬起来 这样 对 我看你这个 今天排练到此结束 这不是林行长吗 林行长 来我们剧团有事吗 不会是叫我们存钱吧 没有 不 我路过 你们继续啊 继续 不好意思啊 林行长 门在这边呢 行行行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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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没出息 再跑二十圈 我告诉你们 白狗子有汽车 咱们只有腿 得靠咱们的腿 跟他们的车轮子赛跑 现在不跑 上了战场都在松面 给我大起精神来 阿满怀孕了 你知道吗 阿满怀孕了 他怎么没跟我说啊 你怎么知道的 今天李峰起来找我 请我去劝劝阿满 让他把肚子里的孩子 给打掉 什么 不要孩子 这林凤琪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他要是不想跟阿满在一起 为什么还要跟他结婚呢 孩子是无辜的 就是啊 这林凤琪太不负责任了 阿满 阿满 你怀孕了 这么冷不醉 可不能再这样洗衣服了 没事 再不洗啊 这衣服就没得换了 快起来吧 没事 一会就好 你身上怎么这么烫啊 发烧了阿满 快回家 来 快起来 凤琪 这回我真得说你两句 你作为阿满的丈夫 她现在怀孕了 每天不但要带兵训练 还要给你洗衣服做饭 这么冷的天还要冒寒下水 你都不知道体贴体贴她 你这个丈夫是怎么当的 对不起 回家 我还没想到这事会变成这样 阿满的心意你都明白 以后好好过日子 别再闹了 您放心吧 我会对她好的 晓晓 阿满没事吧 她就是太累了 发高烧 我给她打了一针 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那就好了 林航长 阿满现在正是抵抗力弱的时候 不能让她沾冷水 不能累着 来立驾的时候要是落了病根 以后你们想要孩子就难了 是是是 阿满不是怀孕了吗 你刚才说什么 立驾 她没怀孕吗 这都来立驾了 怀什么孕啊 李凤琪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来立驾 你怀个鬼啊你 你怎么这么一个人呢你 凤琪董织 你先别着急 是阿满还生着病呢 有什么事 等病好了之后再说 就是 凤琪我错了 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我只怕你跟我离婚 所以我就找了个怀孕的女同志 到医院给我开了诊断书 我对不住 你原谅我吧 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跟你说啊 陈满金 你太过分了 我听你心里感到悲哀 这份立定了 我立定了 不要 不要 凤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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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满 阿满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快坐下 凤琪 啊 啊 贵姐 我凤琪是个大ensor 为知狐狸敢老婆 本氏乞丐要饭的 走头无路要跳河 是谁把她的狗命救 是谁给她面汤喝 如今你把行长座 忘恩负义贪女色 你要敢把阿满兄手起刀落 人刀落 行长 外边开 没事 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去吧 各位老少爷们们 今天我陈小辫这张老脸 我也不要了 我要为我家阿满抱不平啊 抱不平阿满是你们大家看着长大的 他对林凤琪不赖吧 不赖 比对我这个亲爹还好啊 是 可这个林凤琪怎么对他的 一看你蔡家那骚狐狸 拔腿就跟我家阿满离婚哪 这不是典型的不稀罕吗 这就是当代的陈世梅 大伙儿说说该不该狗头杂刺猴 该 林凤琪 陈世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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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凤琪 陈世梅 林凤琪 陈世梅 好点 谁有死理 千万别出去 让开 我让开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行长 林凤琪 陈世梅 林凤琪 陈世梅 让开 让开 都给我闭嘴 陈世梅呀 这什么地方 这是苏美安银行 知道不你们 那过不了了 成本处置 闹够了没有 闹够了没有 林凤琪 我告诉你 你敢跟我家阿满离婚 我 我就活批了你我 来 批 往这儿批 来呀 你敢吗 你也就能生风点火你 大家伙说说 林凤琪 她是不是傅希罕 是啊 该不该看 别喊了 她别喊了 不要脸 都闭嘴 我告诉你 陈小辫 你们父女俩 有妻妇必有妻女 一个得行 你跟这闹事 你给我去骗人怀孕 扫不扫的话 我素质高 我不跟你一般验试 还贴大字报 我砍死你 你真可人 你真可人 宋医院 快 宋医院 你听说了吗 今天银行门口可热闹了 那个银行账 让他老丈人给砍死了 真死了 说是路上就不行了 这个傅希罕活该 真是举头三尺有神明 善恶到头终有报啊 我可不这么觉得 要是有个男人 能抛下一切这么对我 我早就以身相许了 你有没有脑子啊 这样的男人 你还说得好 那也得看他对谁了 有没有脑子啊 阿姨 你真的有辞职啊 骆政委 因为我个人的问题 对银行的声誉 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我作为行长 我要做深刻的检查 这事 因传开了 而且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如果我还继续 再担任行长一职 恐怕对我们银行的 筹款 储蓄 以致相对的信誉 都会造成影响 所以 我就问你一句话 如果你事先知道 会面临这么大的压力 会有这么些困难 你还会坚持跟阿满离婚吗 会的 罗政委 我认为这个行长我可以不当 但这个婚我一定要离 这次 我从鬼门关走这么一趟 我也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人不能欺骗自己 我爱的就是财福 行 你辞职的事情 我会好好考虑的 罗政委 我还有一个请求 能不能不追究 陈阿满同志的责任了 不行 当街砍人 不管什么原因 责任都是要追究的 道理我懂 可我和阿满还没有正式离婚 陈阿满还算我的老丈人 他怎么说也是家事 我作为一个受害者 我请求您 就放过他吧 好不好 这事组织上会考虑的 阿满在外边 他想见你 去吧 喝鸡汤吧 对你的伤好 不用了 不用了 你的病也没好 还是你喝吧 凤琪 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 伺候你了 我想好了 留得住你的人 留不住你的心 更没意思 阿满 阿满 都是我不对 是我先复心的 别说了 好聚好洒吧 谢谢你 我得谢谢你 放过我爹 好好好养伤 等你伤好了 咱们就去盖章了 咱们就去盖章了 以后啊 别再这么干了 你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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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教训我女婿 按照你什么了 阿满 阿满 你爹我这次够不够爷们 那小子 没再敢说跟你离吧 我有分寸 我只砍她的肩胛骨 下次她再敢跟你说离婚 我一刀下去 我就把她披成两半 爹 我决定跟她离了 你说什么 离婚 阿满 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 她现在有出息了 当行长了 你喜欢她这么多年 她总算熬出来了 那怎么说离就离呢 我是喜欢她好多年 可我没指望她能不能出息 她要是觉得离了能过得更好 那就离吧 阿满 你跟爹说实话 是不是因为我砍了她 她就逼你离婚 要是这样 爹给她去赔罪 我给她磕头都行 这不能离婚哪 一个女孩嫁 你离了 以后就 就 就难嫁了 嫁不出去 我就伺候你呗 行了 爹 我就剩这点脸面了 你就给我留着呗 我孤无命的闺女啊 你 你 这么想干吗 来 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春末穿的 搁在下面 这几件是夏天的 这件西装让老鼠咬过 我补好了 这件棉袄是前几天才需的棉花 皮鞋也擦好了 这两双布鞋是心纳的点 厚着呢 阿满 还有 这草药织冻创 或者让那小妖精 熬了给你喝 阿满 对不起 我欠你这太多了 离都离了 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带女的东西走吧 走吧 阿满 好 阿门 你是个好女人 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归宿 滚 大小姐 大小姐 我求求你把门开开行不行 我只能有话对你说 我知道这次离婚 这个灵水都闹得飞飞扬的 你放心 这是我一个人的选择 我只能给你带来太多压力了 我这么做 是要给你一个尊重 也是给我和阿门一个交代 从今天起 我就可以全心全意地爱你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以后我会陪你 唱字听曲 迎师作父 我会陪你看云淡风轻 听鸟叫聪明 我会带你领略在世上 一切美好的东西 这一生 我只属于你 如果你是崔莹莹 我就做你的张生 如果你是卓文君 我就做你的司马相儒 大小姐 我林凤琪 在那指天为世 我这辈子非你不娶 如果你要嫁人 我这辈子非你 我就一辈子不娶 我走了 快点 马上就到我了 快点 马上就到我了 阿福啊 不能再唱了啊 再这样下去 嗓子该受不了了 让小刘定唱 没事 喝点水就好了 水凉啊 没关系 这嗓子不好 谢谢啊 我上了 这跟谁斗气呢 没了命的唱啊 八成啊 还是林凤琪那档子事 还以为他们俩能成呢 谁想到虎头蛇尾 没音了 阿福不是没把林凤琪 放在眼里吗 谁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女人的心思摸不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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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要来 打这三个国横排 横排路上是 是 怎么了这是 怎么这样啊 哎 Ak 听不见的 咋发唱得好好的 怎么不唱啊 怎么回事啊 是啊 是不义的吧 怎么回事啊 下去了 没唱呢 大花姐 阿福 阿福 你药还没开呢 小医生 菜股董事怎么了 阿福也怪可怜的 他就喜欢唱戏 最近不知道怎么嗓子坏了 失声了 嗓子坏了 严重吗 阿福一直有慢性咽炎 最近拥有嗓过度 已经导致生态吸肉 而且眼旁间隙已经感染红肿了 那这么严重 你倒是给他治啊 就我们医院这条件 根本就没有治疗咽喉的特效药 不是 这嗓子都太重要了 他嗓子坏了 这以后怎么都才胀戏呀 林航长 您是过来换药的吧 我昨天沾点水有点发炎 那可不行 容易感染 快跟我换药去吧 我先不换了 那 你这个恶霸地主 我代表人民处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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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大药间 我怕影响你休息 就没打扰你 对了 你的便有救了 我照遍灵水所有的中医 找到一个姓孙的神医 他要织你嗓子的秘方 我就跟他上山 帮你把药采回来了 你快去把药间了 我 承煦 是你的生命 而你是我的生命 去呀 快去煎药 快去呀 大小姐 大小姐 您在这儿 对了 你赶紧去熬中药 你别管我呀 别耽误了你嗓子 你 你吃过药了 药有效果吗 太好了 真有效果 对了 那神医说了 吃完这个药啊 得有恢复期 不能累着 得得多注意休息 还得少说话 我 我自己来就行 我做梦也想不到 能得到大小姐 亲自照顾 能得到大小姐 亲自照顾 凤琪 谢谢你 我听说了 为了帮我采药 你差点从悬崖上跌下去 凤琪 以前我年纪小 不懂得珍惜 以后 以后 我想做你的中文句 崔颖颖 还来得及吗 大小姐 你确定吗 你 我林凤琪 我这辈子 能娶到你 值了 可是 某仪 这 某仪 这 某仪 不错 还没得及 你 这人 是 大小姐 在一起 那是 这她们的 的 倒下悬崖 摔死 看来啊 他对阿福是真心的 有空 你也去帮着张罗张罗 话虽这么说 可是阿满也太可怜了 离婚也就算了 现在又要看着他们俩结婚 我担心阿满会承受不住 小慧 你有空的时候 多去看看阿满 好好陪陪他 有些事情 该面对的时候 总要面对 知道了 姐 你来了 阿满 你帮我掐朵花我带上试试 今儿这头书得好 这花还挺配你衣服的颜色的 这衣服是我特地新做的 这不得去参加人家婚礼吗今儿 行吗 这样 阿满 要不今天就别去参加婚礼了 为什么呀 挺高兴的凑个热闹呗 今天咱俩在家里边聊聊天好不好 行 我听你的 谁呀